美国媒体人尼克森 才披露美国总统拜登的毁台说 还指台湾政府正让人民 成为核武超大国爆发中心点 这回再披露白宫人士说 当拜登被问到 对台湾人长远影响政策 他说一点也没有 因为兵棋推演结果 他们全会在战争第一周内死亡 一旦美国这样的毁台计划 付诸实行 名嘴说台湾将陷入前所未有惨况 那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 要死伤无数 不是什么70年 可能700年也化解不了 更不要讲什么 一直一个礼拜就把台湾人都杀光光 这种话我觉得太可怕了 不应该讲 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向国际呼吁停止鼓噪 禁止乌克兰明日台湾 换句话说 大陆无意引发战火 但万一台海擦枪走火 或有人将毁台付诸行动 炮火不会分辨蓝绿白 台湾没人能置身事外 名嘴说为了生存权 台湾上下该团结 这样跟美国和大陆说 我们中华民国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 不能任人宰割 不能做美国的旗子 我觉得台湾也必须要 勇敢的跟美国说 台湾是面临生存的威胁 但是我们台湾有自己的主张 我们台湾绝对不能变成战场 勇敢的讲 赵春山教授 跟中国大陆接触 任何一个层级的 大陆的领导人 都觉得说很奇怪 我们并没有要打台湾 人都要有生存权 这是一个最卑微的要求 台湾问题媒体高度关注 但蔡政府现在要修 全民防卫动员法 动员准备阶段 就能调查媒体统计编组 动员实施阶段 更可直接管制媒体 换句话说 不管总统宣布全国动员 或局部动员 政府马上就能管制媒体 什么是假消息 还不知谁说了算 动员之名 来行戒言之使吗 还借国防之名 行媒体跟全民管制之使 原来他不知道搞一个 什么数位中介法 后来被大家反对不敢弄了 我觉得借私还魂 借着这个动员法 要管制媒体 这个党外运动就是在抗议国民党 实施戒言 哪有人这样搞 那你这样不是回到蒋介石时代 你必须把所有的来源都告诉政府 那这样还有新闻自由吗 仅适用于实施动员时期 不会影响或者是损及 人民平时的自由跟权益 国防部批评澄清 但有了数位中介法的前局之鉴 民众担心若这法通过 未来像是质疑高端 或许怀疑美国想毁台 只要执政者看不顺眼的 就怕通通管制不能播 记得张照明 林玄台北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